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在談 一個社會 它所表現出來的態度 很重要的一項 就是建築 我們對一個故鄉的懷念 對所有接近的記憶 其實環繞的 也是建築 建築是一個城市裡頭 最大的霸權 最重要的宣言 可是我們的建築 卻被稱為亞洲最醜的城市之一 然後我們的建商有一個無比的天分 它可以蓋出如此難看的建築 所以今天我特別 第一個 台灣人得這麼大的一個獎 我們要特別謝謝姚恩喜 也恭喜他 第二個 我很想請所有的人 來好好聽一下 為什麼姚恩喜 他作為一個這麼棒的建築師 他有辦法忍受住在這裡 然後還投入公共建築 然後想盡辦法改變這一切 那他就不只是建築 就是說你對一個你所處的環境 可能是沮喪 甚至是有高度批判跟憤怒的 你的態度是Walk away 我走了 還是I stay 我留下來 一步一步改變它 我們開始今天的對談 謝謝 麻煩姚大師今天你要多說話 因為現在是我剛從美國回來 現在是我美國清晨七點 所以我待會兒如果睡著了 你不要驚訝 我等於是一夜 徹夜未眠 雖然我已經不是公主啊 我先請教你 你當時從東海建築系畢業 然後去了美國Berkeley 回來台灣 我一直沒有機會問你這個問題 你開始投入建築業 你要面臨這種 我們剛剛所講的這種背景 這種環境 然後建商 你為什麼沒有佛秀而去 你為什麼留下來 我想我是很熱愛建築 從大學時代開始 當你熱愛一個東西的時候 可能會集中精神 就看著那個你喜歡的東西 就是建築 所以年紀輕的時候 剛剛出社會 就是拼了老命想做建築 不知道後面會有那麼多複雜的事情 當然現在已經做了三十幾年 我從東海畢業四十年了 很老了 做了這麼久以後 一個感觸是說 如果你用一種很單純 甚至幼稚的心態去面對 所有複雜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那些複雜的狀況 自動變得很單純 所以你是靠單純幼稚生存下來的 對 單純幼稚 所以當你有沒有碰過這種狀況 就是說很多人覺得它充滿了理想 我想我們在座很多人都有相同的問題 然後它就走到了一個現實的環境 那我們現實的建商 一瓶很貴嘛 對不對 這裡偷一點 那裡偷一點 然後呢 建商裡頭也希望你能夠妥協於它的美感 尤其是你的業主 OK 那這個對大多數的人 進到其他非建築的工作場所裡頭 雖然都有 可是建築太講究美學 那我常常在想說 如果我是你的行業 那個業主跟我說 他要改成那樣那樣 我可能會說 王先生 你如果把這個建築變成那個樣子 請你另請高明 或者我會跟他說 王先生 當你把那個建築蓋成那個樣子的時候 你不如把我送到墳墓裡頭去 就是可能會跟他吵架 但你當時 你所謂的單純幼稚 你是用什麼方法面對他 拿棍子打他一頓嗎 我想兩個方面講 一個就是 建築其實是不像繪畫或者是寫本書 是純粹個人的一個心智活動 建築需要跟對方 不管對方是業主還是 我看到有業主 有業主或者是 講話要小心一點 業主或者是同行 或者是營造單位 基本上要溝通 它是一個需要溝通的一個結果 所以兩個方面來說 一個方面是盡量的去溝通說服 所以建築師要花很多力氣說話 跟人家 communicate 我想這是很重要 而且 communicate 比較理解對方在說什麼 其實人跟人之間的誤會 常常是因為聽到表面的事情 比如說有一個人說我喜歡粉紅色 那我說不了粉紅色 那你怎麼說服他 那就斷裂 其實他講粉紅色可能是在說別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就是要慢慢學 假設我現在告訴你說 而且我想把你身上的襯衫 改成粉紅色 那我可以反過來穿 因為另外一面是黑的 那你要怎麼說服我 就是談到那個真正的要求 因為我想也沒有人真的很堅持 一定要怎麼樣 可是萬一碰到這種狀況 我覺得有 我們這個行業有一個好處 是我們可以不要做 就是建築師可以有所不為 就沒有人強迫我們 每一個項目都要做 因為有時候沒有緣分就知道 算了可能比較好 對大家都比較好 所以你的態度A 就是第一個 你覺得對方講出來的東西 很多誤會是來自於表面 所以你會做溝通 第二個 真的你覺得跟你的原則差別太遠 Just say no 對 就是不一定是原則的 就是有時候因緣不具足 你用這種角度 隨緣就好 隨緣 OK 所以也不要把對方覺得說 你觸犯了我的原則 你覺得人跟人之間 不需要處於這種憤怒的狀態 對對對 這跟你的修行有關嗎 沒有 跟你的幼稚 有關 跟你的幼稚 絕對有關 絕對有關 談到你的幼稚 你們家裡頭 一門三節 從搖人路 搖人喜到搖人公 那時候我看完101 我想說完了 這種大樓會變成什麼樣子 結果搖人公一打了燈光 101就真的還蠻漂亮的了 那我很好奇就是說 一個家庭 為什麼會剛好有這樣的三個兄弟 當然有可能性就是說 你的爸爸就是一個很棒的建築師 第二就是從小給你們非常好的美學教育 後來我聽說 就完全都不是這麼回事 就是全部完全無關 所以你父母親爹娘是怎麼養出你們這三個兄弟 你覺得是什麼理由會有這樣的一個 讓你有很多的free spirit吧 可以這樣說吧 為什麼全部都建築 很多人問了 坦白講我說不出來 可是建築也許是在 尤其是我們那個年代 社會的這種開放性比較局限的時候 建築算是一個比較自由開放的 細所跟行業可以去從事 那我很感激我父母從小 在那個匱乏的年代 對我們都很開放 很放任 很信任 他怎麼放任你們呢 就我們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在大學的時候 那個是60年末70 那時候我們都在嚮往美國的嬉皮文化 那聽所謂的Rock Music 然後看那種John Lennon 頭髮亂七八糟的照片 你現在還有一點那個樣子 所以我就寫信跟我媽說 我要一個嬉皮帶 那個嬉皮不是都帶一個很長的 快要拖地的那種帶子 下面有鬚鬚的那種嗎 對對對 我媽就幫我做一個寄來 你媽做啊 對 她就是 對她來講 她從來不會像其他的父母說 你不應該留長頭髮 你不應該做這個做那個 她就是覺得 It's OK It's OK 所以你覺得這種放任跟信賴 是 培養了一種信心我想 培養讓你們每一個人覺得 你可以不斷地去追求創意這樣 信心就是自己有把握 不必去看很多人臉色這樣子 遵守很多莫名其妙的規矩 可以不用遵守規矩 但是也不會去跟別人衝突對不對 對 因為這兩個東西基本上 很容易就是 我可以不要看你臉色 我不要跟 我也不要遵守你的規矩 但這樣的人也有可能 他不斷地跟人衝突 所以一事無成 但你同時又學到了另外一種 很特殊的態度 就是說其實人並沒有那麼不好 人也沒有那麼差 你也沒有多麼了不起 大家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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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想辦法跟別人溝通 這個事情是很重要 是 我想問姚恩喜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在我看到你好幾個作品裡頭 我發現你在處理光 影 倒影 水 虛 石 大概是你的所有作品裡頭最核心的 你對這些東西有一種迷戀 這跟你嬉皮啊 然後你留一個像褲哈絲的大褲叉的頭髮 然後大學的時候組band的 你知道很不一樣你知道 非常非常不同這樣子 就是說你的你的作品裡頭 我看到即使是你帶著我去看的水月道場 或者是你沒有帶著我去看我看到的蓝陽博物館 或者是我們看到你的這個烏鎮劇院 他本身都有一種雄狀 就雄狀像你現在這個男人 你看起來也像胡德副的表弟 就是排灣族出來的 印第安美國人的 cowboy的 但是呢 他的倒影 你在告訴我們大家這種雄狀 他是會波動的 他是會流逝的 他其實是很溫柔的 他變成完全一個 有一天會消失的東西這樣 這個在你的作品裡頭 好像重複 我不是說你的作品重複 就是那個 那種境界意境不斷地重複 我這樣講有錯嗎 沒有沒有很好 這個 講得比我想的還更完整 我趕快學起來 不過我想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建築到底是什麼 因為建築是做一個形狀 construct一個造型 可是同時很重要的是 藉由這個造型塑造一個空間 因為建築並不是一個solid的雕塑 建築需要有一個空間 我們可以進去使用 所以這個石跟虛這件事情 事實上是同時存在的 年輕的時候因為比較喜歡 我想所有的建築師 大概都差不多 因為大家都想要做造型 因為造型比較掌握得住 tangible 所以大家都花很多力氣做造型 可是我想做了很多年以後發現 其實那個空間才是最迷人 最精彩的地方 因為那個是一個鏡頭移動的地方 人活動的地方 所以這個 你剛剛講到實體跟虛體 大概後來就在我很多建築出現 比如說像藍洋博物館 就是一時一區一時一區 我想烏鎮大概也是差不多是這樣子 因為這是我們的兩個工具 因為光弄一個的話 就有一點不足 第二個是說 建築事實上它是 柯比喻說它是陽光底下的一個量體 為什麼說這個 就是因為光會pensate到這個 剛剛講的空間裡面 它是有變化 所以不管是光 風 影 還是你講的這個水的倒影等等 都是建築的一個元素 那更進一步 如果我們把它提得 稍微更高層次一點的 講到像水月道場 我想訴說的是那個 我們平常認為的實體 或者實相跟幻相之間的差別 因為這可能就牽涉到一些哲學上的思維 不過我們認為的實相 常常是幻相 我們認為幻相其實可能就是全部的事情 那我很喜歡中國人的兩個字 從古老就用起叫做唐奧 唐奧事實上是中國人講建築的一個總稱 唐就是廳堂那個唐 就是當我們到了一個空間把門打開 正對著所看到的那個space叫做唐 可是在門後面看不到那個space叫做奧 日本人現在還正在用那個奧子 奧子系道什麼這樣 那這個的意思是說explicit 一個看得見的明白的彰顯的那個是唐 可是建築有很多是曖昧的隱晦的 那個也是建築的一部分 所以這兩個合起來才是建築 所以你剛剛講到像印第安人 跟那個溫柔的那一部分還是 我想這個是一個東西的兩面 很難只有講唐讓它變成好建築 也不能光講奧 因為奧 suppose是沒有講的那一部分 寫文章的時候這個沒有說的那一部分 其實有時候滿重要的 在你去年得到最重要的大獎 這個大獎呢是如此的敘述你 在2014年的時候 美國建築協會AIA榮譽院士 我看到了 我不用你們的翻譯了好 我看到了圓活一下 他特別提到就是說 你的architecture 你的建築integrate function with culture and history 就是把文化跟歷史 這兩個完全結合起來 然後他形容你的建築 poetic 就非常詩意這樣 那他用了幾個字 with a sense of Rutual light interplay of surfaces and forms 就是說整體來說呢 他們給你這個講很大的一個因素 我覺得從美國的建築師來說 比如說他們最近看到的就是像 Frank Gary的建築物 像庫哈斯的建築物 OK 那John Nouveau的建築物 現在都是大概就是這幾個最厲害的人物 這樣啊 可是他們的東西 基本上不具備你剛剛講的奧 大概都在唐上面 那以前Gary Wright可能還有一點點 我這樣講對嗎 就Gary Wright可能還有一點點 就是大概在唐的部分 就是造型啊很特別 你說像John Nouveau這個法國的國家圖書館 他就打開兩棟建築物就像一本書這樣 那當然就很厲害沒有錯 可是就是他欠缺一個讓別人覺得說我可以坐在那裡 明思 所以他就特別提到你的詩意 然後你把東方的元素帶到一個建築裡頭 那這個東方元素並不是說 你上面搞了一個那個廟宇上面的這個花俏 他講的不是你這個堂裡頭加進了東方 而是把東方裡頭那種禪意這樣放進了 這是我對他們給你的獎項裡頭的詮釋這樣 那這個大概在建築物室裡頭是非常非常特別的 我覺得他應該也表現在你的日常生活 跟你自己給你自己的文化修養吧 會不會 I hope so 我希望如此 我先做了一個小偵探 你知道我跟你太太是好朋友嗎 是 有人有危險 他告訴我說他每天有一個本事 他一定每天做他的宗教的功課 那他雖然是一個 你算藏傳佛教對不對 他雖然是藏傳佛教的信仰者 他講話很特別 他說有一次他要跟我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他覺得我生病 需要這方面的祝福 他說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們這一掛這樣子 你的講法 很像在小朋友說 你相信我們 你相信我們這一掛 那他一天可以靜坐 你們猜多久 你們猜多久 你猜三小時啊 他很忙欸 你想想看他工作那麼忙 回來家裡吃頓飯 他靜坐三小時 他每天一定做功課 靜坐 靜坐在那裡 兩個小時 是吧 算不清楚 算不清楚這樣 你為什麼有能力讓自己 在一個那麼安靜的一個狀態裡頭 然後可是我知道你又是一個 一衝到建築事務所 這裡頭可能有很多不少人的員工 會很感謝我收拾這個話 你的建築事務所 這是陳瑞憲講的 不是你們下面員工 你不要回去算賬 陳瑞憲說 他的建築事務所是魔鬼訓練營 是全台北市或是全亞洲 最操的建築事務所 每個人通通都不能睡覺 通通都熬夜 然後只要老闆要來看模型 所有的人通通都發瘋 不斷地趕工 然後他一進來就不到五分鐘 就在噗噗噗噗噗 很精準的這樣 一個靜坐的人 跟一個我剛剛形容這個很科比野 這個差別很大欸 很堂也很傲這樣 就有不少員工很高興啊 OK 這兩種人生你怎麼結合 我想這個描述得很正確 我不知道要回答什麼 不過就是 靜坐 我如果可以鼓勵大家做什麼的話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學靜坐 有一個很簡單的比喻了 就是說 好像有一杯 有泥巴 有這個髒東西的水 那如果你給它放在那裡不要動了 那個水自然慢慢的就會清澈 我想我們的心的狀態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每天在 我們生活的環境蠻複雜的 有各種各樣的 就你開始第一個問題 各種各樣的人 有各種各樣的這個 agenda 有很多慾望要求 所以我們經常是被繳獲到 什麼都看不清楚 那我們很可惜 我們沒有一個安靜的時間 讓自己清澈一點 任何人只要坐下來就會清澈一點 清澈一點事情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可以在五分鐘之內 就完全看到所有模型上的錯誤 所以你覺得靜這件事情 靜 對 中國古人也講 對 在你的創作裡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是 在你的人生裡扮演很多角色 是 靜 對 因為我想從東方的觀念來講 這個創作其實不一定是要去想出一個 從來沒有人想過的東西 OK 而是要不斷的經由修煉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 那個智慧自然會出現 設計自然會跑出來 所以不必去想天花亂墜的事情 大多數的人他靜的方法就是 在那邊不理人家拿手機 然後一直看Facebook或是看Twitter 或是看網路 你們差不多都是這樣 就是現在你們安靜的方法對不對 他還在看呢現在 有一個人當場沒有待到在看 有一次我走到一個地方進去 然後一桌人坐在那裡 都沒有人講話 好安靜 因為每個人都在拿手機 都在那邊看他的網路 全部通通都在看 你幹不幹這事 我沒有用社交軟體 我完全 那叫社交 社群 社群網站 社群網站 社交軟體 就是Facebook 什麼這一類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 我不太會用這種東西 對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會給這些人什麼樣的勸告 像巴菲特他說 如果你有能力 quit這個事情 當別人都在玩社交團 這個社群網站 社群網站 對 社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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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軟體聽起來 真的還滿色情的這樣子 雖然我知道 那也是很多人使用網路的理由 當很多人都在Twitter 在Facebook上頭的時候 如果你願意去閱讀 去思考 省下很多時間 你會變成比別人 進步跟聰明太多了 那你也不用去勸別人 你就把自己 那一份工作閱讀更好 它當然不是講安靜 可是我想閱讀也是一種安靜的方法 你自己也會鼓勵很多 我們現在在座的很多人 你的創意不是去買一大堆書回來 然後在Twitter上面 或是在Facebook裡頭 不斷地看各種訊息 跟別人一直來 安靜 靜代表很重要 對 安靜 安靜 我們現在就安靜下去嗎 那電視怎麼辦 好吧 我們觀眾朋友跟我們一起安靜下來 OK